4月12日早間在印度邊境旁遮浦邦的一座軍事基地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 導致4名陸軍人員死亡,目前正在進行搜捕槍手的行動 據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國防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 一些未知數量的槍手在旁遮浦邦軍事基地逃跑,並攜帶彈藥 該人士稱由於涉及敏感問題,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 旁遮浦邦的一名高級官員告訴路透社 這次事件發生在一間餐廳,但不是恐怖襲擊 軍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,該地區已經被迅速封鎖,搜捕行動正在進行 此事事件發生在早上4時35分,星期以上五,可以看到警車從站內駛出 站周圍被警察設置了路障,這座軍事基地距身得里爾西約280公里 主要是士兵家庭的居住區,是一座住宅軍事基地 增加 lookin燈 煮